詞曲 李宗盛 雅宗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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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排儀式 儀式開始 3 2 1 3 我們希望這個培育是有一個高度的 所以我們選擇了紀錄片教育 因為在 紀錄片的教育裡頭 其實學生他必須要去 觀察一個人 他要去跟人對談 他在對談的時候他必須要去聆聽 然後在聆聽的同時 他還要能夠理解 理解的同時他必須要能夠再 提問 接下來他要去整理他從這個人身上 得到的也就是 你想要對這個世界表達什麼 這個人留下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主題是從 五塔國小要開始轉型 就是民族實驗小學 這個切入點開始去切入 然後去講到為什麼還會想要轉型 因為部落裡面的學校人口數很少 大概只有16位 那時候我們知道的時候 國小可能會面臨廢校 當一個部落裡面最基礎的教育 都消失的時候 這個部落其實就等於會慢慢消失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生育小孩 就從這裡然後開始去思考 就帶著他們思考說 OK 那為什麼部落會面臨這樣子的狀態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去轉型原本的 漢人本位教育變成民族實驗教育 那所謂實驗教育又是怎麼樣 就像這樣子然後不斷地去問他們 對什麼事情感覺到好奇 然後我們去討論出一個主題 每一次每一次把拍攝計畫定下來之後 然後我們才到現場來 那到現場其實就是非常紀錄片的工作 兩個人都在看著我的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他就在那邊看著就是 那這樣就那麼厲害 那些人都可以把拍攝計畫 拉不著我嘛 一支一支 那我看到那些人都在說 我放下去 然後我還是擦 我剛好 我先踢你 我先踢你 那要到這上去 那車子 那兒 咪吐 为什么要发起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纪录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可以 它很真实 可是真实的部分是 你要靠自己思考得到真实 还有你会亲自去看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在教新疆高中的这几年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其实很难得到直接的讯息 一直理解到的东西 是经由别人的观点 那他们慢慢就没有办法 有自己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所以对我而言让他们 可以主动地去思考 对他们看到的世界有所疑问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拍纪录片 就是这样的市场 就是这样的观点 然后就像那一般人的视频 然后就像那一般人的视频 这个视频 就像那一般人的视频 感谢观看